我是聽到老主席的心聲之後 這感覺中國國民黨實在是很醋味 真心色 也是很可能 醋味又可能 因為做一個主席 他必須要對中國的黨負責 所以說雖然他這是保存 臨機抵抵而已 似乎是二月而已 這二月當中你要安裝 這個國民黨在這個水地 好起來 真的要出那個牽招 要出這個牽招的時候 韓國瑜這個保守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保守 他 我覺得他是嫁 沒想到要求他 因為他起來說 我叫一些人來這裡小服務所 來這裡幫你倒三天 叫立法院東團都幫你倒三天 他就韓國瑜當今天 我拿很多四五項 結果說要了結論是什麼 那中央你就要記得給我賺錢 他每一項 沒有一項說 他拿出任何的政見 政策 沒有一項到最後就是中央要給我支援 中央要給我錢 那如果沒有錢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不是我要做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做 所以剛才主席在說的 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江主席如果真的要求韓國瑜 他就公開把他們的中央委 幾百塊拿出來 像佩文姐在說的 我們中國國民黨 就是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包括前主席 提名的時候 有什麼錯誤 怎麼樣 我們幫你沈沈一曲 拜託 給我們國民黨一次的機會 如果國民黨 如果這樣歐歐哀哉 你讓民進黨很贏 我相信很多人五百幾萬就團結起來了 但是也聽說這會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名字 都頂到這次差不多差不多 那就是這個人 他們自己就是最虧負責 所以他們都是在選舉 最好所有的問題 都給韓國瑜去打 這樣韓國瑜如果到的時候 他們就有那個很大聲 可以說我們不幸 我們就有做成的 都是他做成的 所以說你給他看他們不豐富的 真正說我實在是覺得那個中央委員 真可愛 可愛得讓我們可以了解說 你說這位的張玉美真可愛 這個可愛得這樣 你不覺得嗎 一個委員可以在這個好不簡單 拜託 那是很難拜 我們這時候 我們這時候的時間 我們早上五六點 就要去拜託他們的好不簡單 拜託在那邊表演的時候 他都沒煩惱 他們地方的事情沒煩惱 一情沒煩惱 這沒煩惱 沒煩惱說 他自己最專業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有片的部分 他們是不想替我們的防疫中心 做什麼樣的公憲 沒有 好像反應 他們在這裏裏 還要報道嗎 他可能有緊張 不知道要說什麼吧 他他會緊張 你看他的股水家怎麼有緊張 緊張就不是這樣 他不做工庫 不知道要問什麼 不然我請問你 我們政府一個月三十六萬 你讓他請助理 是請他回去 因為助理為什麼 出民家 叫他三十六萬四千 叫他姊姊報名 我們當一個立法 他的助理 可以寫這種 自信告嗎 這不是委員的問題 連告都沒寫 他可以這樣說嗎 這不是委員的問題 是他請的助理 有夠好 請的助理沒有好 對 請的助理沒有好 所以不知道這個委員 到底 他今天主題是什麼 是考慮那個官員 官員站起來 聽不然他在說什麼 他要笑 還真可愛 他現在沒對他笑 所以不行 不要害他做力叫做抬頭 做力用抬頭 是剛好而已 這種做力 要怎麼用 我們的做力 寫滿不寫滿 寫不寫 寫不寫 洞來有像這樣 理會你怎麼處理 如果我這個人比較高怪 我是覺得 寫下來 寫下來